阿姨 浩华 你们别走啊 妈 妈 妈 你别生气了 没 没什么事 亮亮 你回去吧 你们别走啊 阿姨 亮亮 回去吧 我们就走了 浩华 我们去 你们别走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过生日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种人家的孩子就不要来往了 你说卫红阿姨是坏人 你说欧大志叔叔是坏人 我看你就像坏人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救你啊 我现在最烦的人就是你 我要烦死你 我告诉你 这个生日我不过了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天亮 你干吗呀 不要停下来 你干吗呀 你别乱来啊 天亮 你给我住手 这不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吗 我不要了 你 你 你干吗呢你 你 放了你 我没放 你 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住手 干吗呢你 我以后再也不上学了 我也不觉得什么破学校 你怎么了你这是 你为什么这样 我 我现在就要去赚钱 赚了钱就不会有人瞧不起咱们 行 就算你现在去赚钱 你现在没文化没知识 你能干什么呀 你只能干那些个简单卖力气的活 你等有了文化有了知识 掌握更好的本领了 你才能有好的工作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别的什么都别想 知不知道 那我以后好好学习 我就能有出现 是 这赚钱呀 不是咱们生活的全部 咱们活在世上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这些道理呀 你以后自己会明白的 老妈 老妈 我在这儿 这边呢 这边呢 文娟 文娟 干吗 来 走走走 我带你玩去 干吗呀 我要等我哥一起回家 你哥 那今天做值日 你得等得很晚呢 那这样 要不然咱们先去玩 回来我陪你去找你哥 好不好 去哪儿玩啊 那个地儿特别好玩 别啰嗦了 走吧 走 走啊 你 对了 你还有没有游戏币啊 没有了 你怎么花得这么快啊 第一次玩嘛 既然游戏币没有了 那咱们快回家吧 等会儿 千万别动啊 你就站着 别动 你要干嘛 你干嘛 小朋友 小朋友 干嘛呢 我怎么了 手里拿了什么 东西都撬坏啊 我刚才都看见了 这就是证据 我根本就没撬 游戏 快跑 来 游戏 你个小坏蛋想跑 没那么容易 家长电话多少 喂 亮亮 亮亮 怎么了 你别哭 你别哭 怎么回事啊 回来了 妈 文君 你怎么了 没怎么 那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呢 今儿个课多 有点累 真没事啊 没事 行 回屋写作业吧 妈去夜市了 亮亮 妈 你怎么了 您是小孩的妈妈吗 哦 怎么了 您不如问问您宝贝儿子 怎么回事 她拿着小刀 把我们的游戏机都撬坏了 幸亏我及时发现 要不然 她就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偷了 好 卫皇阿姨 金明啊 今儿怎么这么早啊 对啊 我过来喝碗小米粥 成 赶紧坐那儿吧 我给你盛啊 行 摆桌子 摆桌子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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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拿勺 你不要来点韭菜盒子吗 我不吃了阿姨 喝碗粥就行 成 谢谢阿姨 来 你拿进去 好 你们家文娟呢 阿姨 你们家文娟呢 文娟今天没来啊 怎么了 没来 够有心机的 平时不天天在这儿待着吗 知道我今天来兴师问罪是吧 躲着我是吧 不是 方老板 你干嘛这么大火气啊 文娟她到底做什么了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管教孩子的 之前在学校你儿子 就把我们家金亮打得鼻青脸肿的 这还不够啊 你们家女儿现在更过分 在大人面前那个老实本分的 装的那个乖呀 背地里带着我们家亮亮去做贼是吧 不是 你说这么多 文娟她到底怎么了 能把话说清楚点吗 少跟我装糊涂 她带着我们家亮亮去游戏厅玩 还教我们家亮亮去偷东西 不可能吧 游戏壁没了就撬游戏机 这种事情小小的年纪 怎么能想得出来呀 金亮 你妈说的是真的吗 你干嘛呀 你是在审问我们家亮亮吗 文娟根本就没有去过游戏厅 怎么带金亮去啊 你凭什么说她没去过 你天天守着她天天盯着她 我看你们兄妹俩还真是一露霍色 干了坏事死不成人是吧 阿姨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吧 本不应该由我来说的 我觉得您今天实在是 不该说就别说 文娟阿姨 这是周浅 我先回去了 金亮 金亮你老实说 到底是文娟带你去的 还是你带文娟去的 李浩华 少跟我儿子这么说话 我就问金亮怎么了 问什么问呢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 我就要听金亮自己说 滚一边去 你 我跟你妈说话呢 什么东西啊你 方老板 说就说嘛 干嘛骂人啊 看看你儿子这副德行 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觉得浩华问亮亮也没什么错 总得问清楚吧 怎么 今天就要拿我儿子开刀是吧 我还就不让我儿子开这口了 方老板 如果孩子有什么错 我会管教的 但是事情总得弄清楚吧 你不能只听亮亮的一面之词吧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胡搅蛮缠啊 你又干什么 怎么 又来排游解难来了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是我和魏弘之间的 你少给我插手 魏弘 我今天就是想要个说法 这事你怎么管教你女儿 放心吧 如果真是文娟的错 我会好好管教的 我回家去一定问清楚 如果是她带坏了亮亮 我一定好好管教 如果要不是她的错 你也别冤枉她 魏弘 其实我挺同情你的 家里没个男人 一个单身妈妈带俩小孩 挺不容易的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你就不管教孩子吧 你这什么话 能不能说话注意点 方老板 就算是我的孩子不对 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吧 是没错 我的孩子是没父亲了 那怎么了 你作为母亲 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吧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你是在这儿给我装可怜吧 你瞧瞧你那俩孩子 这是精英问题知道吧 不用她爹娇 都玩得出很多花样 不是 我说方老板 你说这些话 难道不怕影响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吗 连我都要顾及到孩子的感受 你这个做妈的 难道想不到这么多吗 我大致 怎么样 我说错了吗 用不着你教我 走 走 妈 尽量她妈也太过分了吧 她也是心疼亮亮 妈 你怎么了 妈 没事 我爸那么神通广大 肯定能对付得了那个欧大智 那个大坏蛋 不许胡说了 我没胡说 他就是坏蛋 还是个大坏蛋 我找我爸去 你给我回来 你自己的事怎么不说呀 你惹那么多事情你怎么不说呀 我惹什么事了 你惹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怎么知道 这个小偷你不知道啊 哎哎哎哎 我怎么做小偷了 爸 又怎么了 那个欧大智他欺负我妈 我妈说不过他 他就哭了 你给我闭嘴啊 我不闭嘴 对了爸 我说让您带人去收拾那个欧大智 他就要打我 您说我冤不冤啊 你自己惹的麻烦你怎么不说 你把人家欧大智身上扯什么扯 有些人哪 确实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呢 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哎呀 是我让你儿子不要跟那个卫红的孩子来往 以前跟他儿子打架就算了 这次更加是无法无天了 跟卫红的那个丫头学做贼去了 你知道吗 啊静亮 你小小年纪就做贼 长大不被逮起来才怪呢 怎么回事啊 我没干坏事 我没做贼 我就是想玩玩 你说实话 犯了错误不可怕 不认识错误才可怕呢 你瞧瞧你儿子现在这样的这个样子 说到底不得怪你啊 不是 这这这这怎么又怪我啊 不是你把他灌成这个样子的 他能像现在这样吗 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做事是越来越离谱了 今天去游戏厅去偷游戏壁 这事已经捅到学校了 这回楚费是跑不掉了 那你也不能光怪我啊 你看 你这 你平时不也没烧宠呢嘛 赶 赶紧拿破继 赶 赶紧扫了 这孩子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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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划这脚了啊 扫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怎么样啊 舒服点没有啊 现在好了 你小心点啊 温君啊 嗯 今天在学校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你没跟金亮去游戏厅吗 还偷人家东西了吧 金亮的妈妈都找过咱妈了 说你把金亮给带坏了 我没有 本来没有今天的事 就因为你 你不理她 她才来找我的 想让我来给你们 有点调节 这才带我去的游戏厅 不是你也不能偷人家东西啊 跟妈说实话 你们是不是还撬人锁了 谁出的主意 是 是金亮 不是你 不是我 她要撬的时候 我还不让她撬呢 妈 我觉得文娟应该没有撒谎 金亮就是那么个人 自己犯错 让别人帮她背黑锅 对了 妈 上次往金镜书包里 放癩蛤蟆那个 也是金亮 是吗 行 妈相信你 浩华 来坐这儿 听妈跟你们说啊 这些事情呢 过去就算过去了 只要金亮她妈妈不再提 咱就别再提了 我说了 我觉得金亮这孩子吧 还是挺老实挺善良的 就是有时候犯糊涂 其实我还挺羡慕金亮的 文娟 这交朋友不应该光钱 应该看人你知不知道 妈刚才不是说了吗 跟金亮交朋友 是因为她忠厚善良 跟她家有没有钱没关系 那为什么老师还重视家里有钱的学生呢 就像上次 叶老师不就让咱们赔钱给金亮吗 就因为金亮家送了钱给她 要是咱们家也送钱给她 送的比金亮家还要多 那咱们就不用赔了 你这都哪儿听来的呀 你承天胡思乱想什么呢 你上次的事真的是因为 把人家衣服给弄脏了 赔钱也是应该的 知不知道 你这都想什么呢 你可不能这样想 听见没有 金总 把东西都搬上去啊 金总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这不是答应给学校捐四十台电脑吗 你看 这全都送过了 真是太好了 学校啊 电脑不够 学生得轮着上课 我正发愁呢 这回好了 我代表学生 好好的谢谢你啊 校长 您太客气了 我这也是为教育下一代做点贡献嘛 没什么呢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好 来 小孙 来来来来 吃糖了啊 金亮牛果生日 那都是上回没吃完呢 来来来 大家都来吃了啊 来来来 只管拿啊 给那边的同学一点啊 好命 来 吃糖 吃糖 来来来来 来 这些糖 都是给你们的 你们分吧 好 就这样 够名吧 浩华 那些糖都是给他们的 给你个好礼物 等着 来 这是我哥专门给我买的 正买的 超级鸡寿 特喜欢 来 给你了 你喜欢你就自己留着 拿走拿走 好 浩华 那是我妈不对 我已经回家批评她了 你再原谅我一回吗 好不好 浩华 行了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以后我和我妹就躲着你一点 舍得惹不舍麻烦 浩华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你就原谅我吧 求求你了 大哥 浩华 行行行 待会我跟你说 以后你妈要是再找我妈麻烦 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做朋友了 行 我保证 她要是再找你们麻烦 我以后就再也不理她了 好不好 行行行行 金亮 我刚刚看见你爸了 是啊 我刚看见你爸去校长室了 你爸去校长室干吗呀 真的 他以前答应过校长 要给咱们学校捡四十台电脑 四十台 你爸可真够大放的 以后咱们上电脑课的时候 就能用上新电脑啦 那我们上课就不用排队了 那当然啦 真是太好了 金总送来到匿 可我 四十台电脑给学校 可帮了大忙了 没想到金总对教育事业 这么热心哪 是啊 孩子的事嘛 哪能说说就过去 再说 我金光玉 向来是说到做到 好 金总果然讲信用 我代表孩子们和学校 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韭菜盒子妈这家应该赔呀 老杨干吗还做呀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妈 对了 妈 我跟文娟攒零花钱 给摊位弄了一个新招牌 文娟还起了个名字 叫九九生香 妈 你看 下面还有当下最火的网络语呢 之后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妈 你放心吧 咱们生意肯定会好起来的 是啊 是啊 行 今天晚上 咱就把这招牌挂出去 叶主任来了 叶主任 您好 金灵 您好啊 你们老师来了 怎么不说话呀 叶主任好 我是来做家访的 金灵班上的老师 小敏老师 他今天有事 我是来替他做家访的 好好好 坐坐坐坐 叶主任做家访啊 我赶紧坐啊 好好好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谢谢啊 今天我来呀 主要是向家长了解一下 最近金灵的情况 好 这孩子挺好的 挺乖的 挺乖的 就是希望老师以后多督促他 好好好 来 叶主任 喝水吧 好 谢谢啊 叶主任 我给学校捐的那批电脑 都用上了吗 用了 用了 我也代表我们学校 向你表示感谢 没什么 这都是应该做的 对了 我今天呢 还有件事情 想问问金亮的真实情况 您说 金亮啊 那天 你和李文娟去游戏厅的事 真的是李文娟让你去的吗 是李文娟让我干的 金亮啊 跟老师说实情 老师喜欢说实话的孩子 是李文娟带我去的 那偷游戏壁的事呢 也是李文娟让我干的 哦 那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了 你看啊 金亮 你是六年级 李文娟呢 是五年级 你比她大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听她的呢 我们家亮亮太老实 没有辨别能力 谁的话都听 是啊 叶主任 我们亮亮傻 单纯 要是跟那个坏孩子在一起吧 就会学坏 这学校就该处分那些坏孩子 是这样 那好吧 金亮 你看 既然李文娟犯了错误 你们又都是朋友 你就应该经常帮助她 你说是不是 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犯了错误不知道改 那就是错上加错误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叶主任 没吃饭呢吧 一会儿在家里吃点 不了 不了 我女儿还在家呢 那我 今天就告辞了 行 我送送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慢走啊 叶主任 进来啊 再见 叶主任 再见 来来来 下长 我 我找你有点事 有什么事 关于处分两个孩子的事情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他们两个要急于处分的 你对这件事有意义吗 校长 是这样 我觉得呢 这次我们要是给两个孩子 处分太重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 两个孩子以后的成长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欠妥呀 有道理 这样吧 那就取消 对这两个孩子的处分决定 好 不过呢 为了严肃纪律 还是对他们要有相应的处理 那就 取消他们俩 本学期的三好学生的评选资格 好 就这么决定吧 好 来 老板 我来来 叫带盒子 再给我来碗粥 老板 我要好嘞 给我来一碗 来来来来 上等啊 来来来 看一看 看一看了 姐姐呢 来 收衣服 你们让我喝 大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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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客人啊 那边又来了一个卖韭菜盒子的 来就来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 这没道理呀 你这韭菜盒子好吃那是有口碑的呀 那新来的怎么能在那么短时间内 把你的客人都抢走了 没准人家做的比我好吃呢 再有啊 它卖得便宜 它卖多少钱你可 三块钱两个 三 三块钱两个 那你是两块五一个 这 那它怎么赚啊 这个我也想不明白 我在家也算过了 就这个成本和贪未费 这算下来不赚钱啊 我帮你去看看 人家生意做什么样 看两个大胶子 我们肉身人好了 好好好 来 老板 再来点啊 好嘞 老板 喝了酒再喝了 好嘞 谢谢啊 好 老板 再来点 韭菜盒子来了啊 吃吃吃 就知道吃了 欧 欧大 那个欧大 你也来了 老板 再来四个 嗖你个头啊 四 不是 这卫红做的韭菜盒子 那么好吃你们不吃 跑到这儿来吃外人做的 老大 你不知道啊 他们家韭菜盒子便宜啊 三口钱 没力啊 吃糊 不是 那个 欧大 他 他我们来这儿吃这个 是有原因的 不是 他们家这韭菜盒子 有 有古怪 我们来试吃 来试吃 试吃的 吃出什么了 有点咸 还有呢 不是 他他他他 他他他 隐隐约约 若隐若现 稀了马虎 大概奇 他 他有古怪味 有怪味 有怪味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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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开始你们俩不用到店里去了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吃 然后帮我查出来他这个怪味到底怪在哪儿了 好吧 好 好 那你们继续吃 保证完成任务 行 吃吧 慢点 欧大 欧大说啊 让咱俩接着试吃 吃吃吃 好 今天课上的内容 希望大家回去都好好地复习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李文娟 你来一下 其他同学下课 走 走吧 走 走 走 好 走吧 走 咱们坐吧 咱们坐安了 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坐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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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坐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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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 李文娟啊 学校关于游戏厅的处理结果呢 已经下来了 学校决定取消你和金亮的 本学期三好学生的评选 希望你能引以为戒 我能引以为戒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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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引以为戒指导的 不知道文娟怎么样了 金亮 贺华 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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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对不起 文娟 不是 你不是说这个主意跟你没关系吗 文娟 没事的 只是这个学期不能平而已 下学期招样能当三好学生 让我改正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要赖在我头上 你爸是最坏的人了 文娟 你别瞎说呀你 我没瞎说 上次他收了金晶妈妈的钱 就开始偏袒金晶了 这次学校又收了金亮爸爸的电脑 你爸肯定又拿了不少好处 就是华人 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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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小宋 小宋 那个油还有没有啊 跟你流了哪 知道你快来了 是吧 走 一会儿再近点啊 走走走 来 快 你这地方还挺偏僻啊 你说咱这个东西能无偏吗 你这油啊 用着还真不错 是啊 现在还有吗 你都老不客了 放心吧 给你留着呢 行 老杨 来 来 叔叔 那行 那你先忙 我走了啊 好 快 谁 回去吧 我走了啊 慢点行啊 再来啊 怎么办哪 进去看看 哥们 大哥 大哥 干吗 有事啊 买 买 买豆油 买油去凉油店呢 我这哪有油啊 我们这都不是外人 老杨朋友 这 这老杨 刚走那个 通脑袋那个 我们哥们 真是关于特好 我还有他电话呢 不信你打一个 真是老杨朋友 我们能骗你吗 我 我们开饭店的 也是开饭店 行不行 那你们要多少 咱 咱 先拿两桶 我们先试试吧 感受一下 行 你们先等会儿啊 我们先试试啊 得嘞 来 拿着 这 这 多少钱一桶啊 二十 质量行吗 放心吧 我这油就是物美价廉 而且特别香 最适合你们开饭馆用 行 行行行 这不错啊 赶紧吃块啊 这也不错啊 得嘞 拿好了 谢谢你啊 行 回豆再来 一会儿再过来啊 好好好 走啦 走啊 好人好人啊 一会儿再过来啊 嘿嘿 你说 这油怎么这么便宜啊 这 这黄豆还得五块钱一斤呢 这我哪知道啊 不是 这能是好油吗 这个 好油 上份烧报纸糊弄鬼呢 那怎么办呢 先让我打看看吧 走 这这么便宜啊 就是 好了 根据网上这个资料看起来啊 我可以判断 老杨用的就是地沟油 不是 这 这油就是地沟油啊 要不你闻闻 我吃了他们家好多 那个那做的 老杨忒确得了 纸呢 明天我就找他算账去 咱明天就去找老杨吧 去 去 必须得去 妈 你没看见李文娟 边走边哭的样子 就该哭 哭得好 敢欺负我女儿 有她哭的呢 妈觉得呀 什么取消三好学生评比 处分太轻了 应该记大过呀 是不是 记大过 记大过 李文娟记大过 李文娟记大过 怎么了 谁被记大过了 你回来了老公 爸 今天李文娟 必须要处分了 她怎么了 为什么被处分 你可不知道老公 你女儿可出息了 之前欺负我们家晶晶的 都是小儿科 人家现在学会 溜门窍锁了 我觉得吧 她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番 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溜门窍锁 晶晶 你告诉爸爸 温娟做了什么 她带着金亮去游戏厅了 还偷人家游戏壁呢 偷东西呀 老公 这事挺年重的 要不你去买点水果什么的 慰问一下你的前妻 晶晶 爸跟你说啊 温娟之所以会犯这种错 不 一定是没被教育好 你有这么好的妈妈 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谎 知道吗 你也知道她妈妈我好呀 我教育出来的孩子 怎么可能偷东西 妈妈肚子饿了 要不咱们今天出去吃好吃的吧 为什么呀 因为妈妈今天心情特别好 走 换漂亮衣服 那爸爸呢 爸爸就不去了吧 爸爸看起来不太高兴 走吧 走了啊 老公 快 换衣服 快点 你们的韭菜盒子 喝这儿了啊 有什么需要再说啊 谢谢啊 老杨 过来 怎么了 你听说学校的事了吗 学校把文娟的三好学生评选资格都取消了 我儿子回来跟我说我还不信呢 我闺女回来跟我说的时候 把我也给惊着了 你说这事是真的吗 学生都这么说 应该不会是乱讲的吧 对啊 那个学校里姓叶的那个 不是教导主任吗 他跟卫红还算半个邻居呢 他也不帮着着点 这事 你们说谁呢 叶老师才不是这样的人呢 净叫舌头 红姐 红姐 你过来 怎么了 他们说文娟那事跟叶老师有关 说叶老师坏话呢 你说叶老师是不是被冤枉的 这事不说了吧 什么叫不说了呀 红姐 叶老师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呀 别的老师会冤枉文娟 可叶老师对文娟好话这么好 你们又是邻居 怎么可能冤枉文娟啊 那什么意思啊 叶老师不是被冤枉的 那这事就是文娟做的呗 我 就是他偷偷东西 他是贼 是这意思吗 卫红啊 他是大大咧咧的 净说胡话 别理他啊 文娟有很多毛病 我知道 可是那是我的孩子 他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来 红姐 我不是说文娟怎么样 我就是说吧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别误会了 你那边有客人要买汽水 快去去去去 你忙去吧 快点去吧 老板 来来韭菜盒子 今儿不卖了 收摊了 这才几点呢 噓 这罪有的真是 叶老师 叶老师 我刚吃过饭 我来找卫红的 他刚走 收摊了 这才刚几点 对了 叶老师 文娟在学校怎么会被处分呢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我找卫红去了 叶老师 我跟您一块去吧 妈 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回来干吗 在把头待着 让人指着鼻子骂 骂咱们家出贼了 妈 妈 文娟也是被冤枉的 她没偷东西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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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哭了 妈相信你没偷人家东西 可是也不是妈说你 那游戏厅那种地方 你就不应该去 她让你去你就去了 你不去不就什么事 都没有了吗 都怪妈没本事 没本事保护你们 我不配给你们当这个妈 妈 你别这么说 卫红 叶老师 叶老师 莉莉姐 红姐 卫红 我今天过来呢 是想跟文娟了解一下情况 我之前去了金亮家 据她说 整个事件都是文娟指使的 可是我不相信 我这不是打算过来跟她聊聊吗 是啊 是啊 浩华 你妹妹呢 我去找她 老去 叶老师 那个 坐吧 文娟 文娟 妈 你快过来看 妈 你这孩子 你气性怎么这么大呢 赶紧拿药箱去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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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万一药玻璃茶子进去就麻烦了 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就是了 来来来 跟妈去医院 来来 行了行了 别哭了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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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